在沙特做任何事情 无论是商业、军事、政治 都必须跟着300到5000人之间打交道 沙特唯一一家石油公司叫阿美石油 在它的年收入里面 每年石油款都固定的款项打入瑞士银行 然后分给所有的皇室成员作为年度的经费 只要你是皇室成员 你就有一个年度的生活费 不会少于100万美元 大家好,我是江老克 即科威特之后 我们今天来到第二个中东国家 沙特在1932年建国之后一直没有宪法 他的宪法认为就是古兰金就够了 但实际上没那么简单 后来制定了基本法 基本法的功能跟宪法是相似的 来规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极权制的王国 这个王室就是沙特家族 所以这个国家的名字就是沙特命名的 沙特家族治理沙特王国 那么沙特家族建国的国王叫阿布都勒阿奇兹 阿拉伯语和穆斯林里面的标准的名字 阿布都勒是什么意思 阿布都勒是奴仆的意思 Servant 阿奇兹是真主的一个名字 所以阿布都勒阿奇兹就是真主的奴仆 唯一的神就是真主 我作为神的奴仆 他的名字叫阿布都勒阿奇兹 阿布都勒阿奇兹国王一辈子生了36个儿子 然后根据沙特王室的继承规定 他去世之后由他大儿子从大到小依次继承王位 所以1935年他去世之后由他的次子 因为长子死得比他还早 次子然后第三子第四子依次继位 到了阿布都拉国王的时候已经是他的第五个儿子继位了 第五个儿子大家看什么时候继位的 1924年就出生了 等着自己的哥哥们一个个去世 到2005年82岁的时候终于可以继承王位了 所以沙特的问题很严重在哪儿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兄弟之间继承王位 所以等到一个王子基本上能够继承王位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80岁以上 那么现在他还有16个弟弟等着一次继位 大家看最年轻的也都是奔着70多岁了 所以沙特面临的最大的危机 其实是一个继承的危机 2015年1月份的时候他去世之后 他的弟弟萨拉曼国王继位 后续我们会看到他的王储的事 这里先给大家讲讲他们的名字 阿布都拉国王 他的名字叫阿布都拉本阿布都勒阿齐兹 我们刚才说了阿布都勒阿齐兹 这是他们的父亲 阿布都拉是他自己的名字 所以这是阿拉伯人民的方法 本是什么意思呢 本就是儿子的意思 所以全称是阿布都勒阿齐兹的儿子阿布都拉 是这个意思 那这是他的名字 他姓什么呢 所以是没有姓的 所以后面的名字如果还说不清楚 加上本 把爷的名字加上去 再加一个本 一倍一倍的 所以大家学阿拉伯语的时候 看到名字 看到本就知道了 这是一代一代的家谱一样 沙特命令人的问题就已经开始了 就是如果爷爷阿布都勒阿齐兹是第一倍 阿布都拉第二倍的话 那么开始向第三倍亲王转移 但这个转移的过程非常不顺利 因为第二代的国王阿布都勒阿齐兹 第二代是有36个儿子 第三代大概要300多个 所以如果胸中递记是不可能的 胸中递记不可能的时候 一定要从中选择一部分 可是谁愿意甘愿放弃自己国王的地位呢 所以就是为什么斗争极其尖锐 就是谁也不愿放弃自己作为国王的权利 所以现在尖锐的矛盾就出现了 前一段传闻小王储可能被枪击了 被暗杀了 都是围绕这个来的 在阿拉伯的文化里面 其实这个表达的是一种理念 就是这个本实际上是血统的关注 就是一定一个人的血统高不高贵 都要清清楚楚的 你连清楚都不清楚 你怎么能证明你高贵呢 所以我们去阿拉伯语 有时候看上到一些著作 打开第一页是读者的名字 一整页 A本B本C本B本 一直本到谁 本到亚当 因为真祖创造了亚当 你的祖先就是亚当 而且一直不断 这多厉害 现在阿拉伯世界里面 有两个国家的国王 是可以追溯到亚当的 一个是约旦 一个是摩洛哥 所以他们是最尊贵的王室 血统是最尊贵的 这个我们可能接受不了 但是到了阿拉伯人里面 你只能在那个文化里面 去体会这些东西 所以我说 大家现在要思考的 不是说你相信不相信 而是有四亿的阿拉伯人 相信这个 十六亿穆斯林相信这个 所以你要跟他们打聊道 无论你信不信 你要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是生活在这个文化氛围里面 就跟我们自己 了解很多很多的事情一样 可能阿拉伯人也不能相信 但是到了这之后 你必须跟那的人生活 你就要接受这些东西 所以为什么中国传统 叫入乡随俗 你对这个东西了解 就可以跟他沟通 那么双方之间的距离 就拉近了 实际上 这个背后还有很多很多故事 比如我们经常说的拉登 今天讲本拉登 其实本拉登的全名 叫奥萨玛本拉登 如果大家听我讲完 就听不到了 他的全名叫奥萨玛本拉登 拉登是谁 拉登是他的爸爸 所以你可以把奥萨玛省略 叫本拉登 本拉登什么意思 就是拉登之子 那还是他 但是你把这个本省略就糟糕了 那就是他父亲 所以有些人听他讲 拉登拉登拉登 其实说的都是他爹 如果你看纽约时报 他从来不会错 纽约时报永远是本拉登 就是一个字 你就看他懂和不懂 这就是文化 懂和不懂的时候 就是一个字之间 上一任 阿卜杜拉国王 其实是一个 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国王 现在大家都已经慢慢淡忘他了 在2010年世博会 他在上海世博馆 用13亿人民币 造了一个沙特馆 最后留给了我们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观过 那个时候排队7个小时 都进不了沙特的门 好多人假装残疾人 哎 推着轮椅进来了 可以提前参观一下 这是沙特国王 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 13亿中国人 一人一块钱 所以用了13亿人民币 改这个馆 之前2008年温川地震 沙特捐了5000万美元 和5000万现金 都是世界上捐物捐钱 最多的国家 这都是这个国王统治之下 给我们建立的这种 非常友好的 因为他本人特别友好 而且他还专门派了一个外孙 专门来中国留学 这个外孙 其实特别不愿意来 因为所有的沙特王室 都特别喜欢去美国留学 他跟外孙讲 中国是未来的希望 你就去吧 到中国来读书 不过最后 学业没完成 就回去了 沙特目前就是这个老人政治 当时那个国王还在的时候呢 王楚是苏尔坦亲王 1928年出生 2005年成立王楚 王楚什么意思 就是等着当国王 结果哥哥还没去世 他现在去世了 这是2011年 这人对中国不太友好 然后是那一副亲王即位了 他的哥哥去世了 他又当王楚 他没想到国王还没去世 他先去世了 所以沙特连着换王楚 而且国王还在 就是弟弟们身体都不太好 哥哥身体更好一点 所以一年去世一个王楚 又去世一个王楚 结果换到第三个王楚 萨拉曼亲王的时候 终于把自己的哥哥熬过去了 2015年变成国王 穆格林亲王作为他的王楚 所以现在国王是萨拉曼 大家都可以看到 每年死一个王楚 按照这个节奏 沙特怎么能治理国政呢 像萨拉曼亲王 现在作为国王来讲的话 可以算一下 1935年出生 今年86岁了 所以其实每天工作的时间 可能不能超过两三个小时 在这么复杂的局面下 以这种状态来讲 他怎么能够治理这个国家呢 因为沙特一边要在打野门 一边要干预叙利亚的世界 一边想要控制埃及 一边想要压制伊朗 一边想跟以色列合作 一边想跟中国和俄罗斯改善关系 一边又想要跟拜登拉近关系 这个国王转得过来吗 所以可以想想 沙特现在面临了 极大的挑战根源在哪 就是他的政治体制出问题了 沙特的王室 小规模第二代的亲王三十多人 第三代亲王三百多人 这些亲王都是有头衔的 叫HRH 所以你去沙特之后 要看到头衔的H就是his R是royal王室的意思 Hannes就是王室亲王殿下 简称HRH 能够获得这个头衔一定是什么呢 这就是老国王的三十六个儿子 和他们大概三百多个孙子 大概是这样的 这些才可以叫HRH 就是你的父亲或爷爷 一定要当过国王才行 在沙特这个国家里面 这三百多个人 就是权力最核心的成员 还有什么呢 还有HH 就是没有Royal 这什么意思 就是你来自于沙特王室这个家族 但是你的父亲没有当过国王 这样的人先统计 大概有五千人 从那三百人到这五千人 这是沙特权力的核心 在沙特做任何事情 无论是商业 军事 政治都必须跟着三百到五千人之间打交道 而且这都是男性成员 另外还有女性成员 所以按照沙特的规定 沙特唯一一家石油公司 叫阿美石油 这是沙特唯一的国有石油公司 那么在他的年收入里面 每年石油款都固定的款项 打入瑞士银行 然后分给所有的王室成员 作为年度的经费 只要你是王室成员 你就有一个年度的生活费 不会少于一百万美元 所以在沙特这个国家 还是很特殊的 在这儿你打交道 你必须跟王室打交道 HRH和HH 以后如果大家有机会 接待沙特的朋友 或者有机会跟沙特人交往的时候 可以先看看他的头衔 有没有HRH和HH 我是江小哥 今天我们到这里 你们的点赞和关注 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次再见